这一题的话是,之前有跟各位讲过,就是横向三个方向,纵向三个方向,对角线两个方向,加总,一定要是15,这个叫合落之数,那输出结果,最后就是类似这样,答案为,就可以开头,然后就把结果输出,那一定要是对角线,每个方向都要是加起来是15, 无论纵向,横向,纵向,以及对角线,加起来都是,加起来的合都是15,那这个部分的话,当然方法很多,绝对不只是一个答案,而且这种写法也是,我也是写了好几种解法,这个没有标准,那当然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做,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是怎么样,反正一定会有八种,八个结果,那你怎样,把这个八个结果, 八个结果就是,如果都是连集,都成立的话,你就一幅嘛,一二三四五六,这八个结果,吻合的话,那就等于是跳出回圈了,它等于一直鼻子鼻子,一直乱数产生嘛,对啊,乱数产生总会乱枪打钮总会打到,对不对,而且现在的CPU太快了, 你以往的,你用早期电脑,你跑合落之数会跑,还要跑好几秒,现在连一秒钟都不用,结果都出来了,因为现在运算太快,那我把这个,我预先写好的第一个最基本的,给各位看一下,基本的时候,其实就是 加总嘛,那加总起来,反正就比对,对,一幅,对不对,然后这边有八个比对的结果,那另外我也做了一个Count,就是说,总共比几次啊,你会看到,我这边,让各位看一下,这个底下的答案为,有没有,你会发现,这个,这边加起来,应该都是啦,15,15, 应该都是15啦,OK,那底下我有Count,这个是不需要的,你可以自己再写上去,也就是说它跑回圈,那不过呢,你会发现,每一次这132次就出来,所以时间很快,有的时候会跑到6万多次,甚至还跑到几十万次的,7万,4万,有这一下就出来了,有没有,那也就是说,有点像乱枪打6万多次,2万多次,之前还有跑到100多次, 因为一直比不出来,那啪啪啪,OK,那这个地方的话,怎么去解这一题,基本上,第一个逻辑了解之后的话,第二个就是说呢,我们要产生乱数,那因为这个地方的话,是1到9,那我这边,第一个宣告一个这个阵,这个阵列,这个阵列的话A好了,那其实也是这样吧,之前我是习惯把它写在后面,我现在把它改了,因为后来交细下了,我发现这个,这个, 两边如果通的话,那把它放到前面好了,OK,那再来的话就是说,我给它一个阵列,不过阵列的话,里面是0到9,那实际上会用到的只有1到9,因为只有9个数字,那会浪费一个空间,不过也不影响,那这样,0到9会比较方便我们做那个阵列的处理,所以我会用这样的方式,那直接先把我的0到9, 总共10个数字先摆在A的阵列里面,那这个是,看着是计算,我总共跑了几次才正确,那这部分当然不是必要的,那另外的话就是一个Booling,这个Booling的话呢,预设是True, True的话就继续比,那等到什么状况呢,等到这个状况,就是If,这些八个情况都吻合的话,而且是End,就是连几的意思,它就怎么样,跳出回圈了,所以一定要,那这八个情况下,不容易,不过呢,你会发现,反正一直让它run, 因为电脑不是人脑,电脑它不会疲倦,反正你就让它一直比,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呢,我们就是乱数,打乱,那怎么样把那个阵列打乱呢,这边我们可以透过一个Fore圈,那这个Fore圈的话呢,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个,让我们这个地方从1,因为我讲过,我们0的部分不用的,因为我只需要1到9,然后呢, 就是,这个地方的话,让它乱数跑,那跑完之后的话呢,我就,呃,最后会有个J,那这个J,呃,就是放的位置,那我这边有一个印字Temp,这个Temp的部分的话,就是暂时存放,我的乱数的位置,反正每次都乱数跑,因为,你不可能,照顺序排123,1到9,那我要乱数让它跑,跑不一样的位置就像那个,大风吹一样,那跑完之后的话,就会有9个, 那9个段随便放的位置,那9个段随便放的位置之后,再来做什么呢,做加的动作,那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,8种可能性,就是横向的,1到3,然后4到5,7到9,这个是横向的,然后再来是纵向的,纵向的话是147,然后258,369,这个是纵向的,再来是斜的,158, 然后357,写,这边写,这边写,OK,那这个地方会加出有,总共有8个变数啦,不过这8个变数实际上,应该也可以再把它建一个什么,建一个正列也可以啦,正列来存放,应该会更简单,那我这边,这个变数名称,我是用8个变数来存放,那存放之后的话呢,底下这个部分就是什么,就是让它, 它做判断,如果K就是横向的,KL,这几个就是横向的,如果这三个横向都是什么,都是15,然后呢,而且纵向的,这个几个也是15,然后呢,这个斜方向加起来也是15,这个都得加起来嘛,那这个表示说OK,就是正确,就跳出回圈,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booling,这个redu,也就是说不用再做了, 确定了,确定了,就真的就有点像乱枪打鸟,打中,对不对,那就跳出回圈,那最后的话呢,因为答案正确,那就把这些什么,做输出,那输出的方式因为中间要加空白,空白,然后呢,让这个输出结果有个空白,空白,然后再换行,所以这边有个print line,LN,然后呢,把它换行换行,那最后的话, 不论,这个纵向横向,对矮电,合接为15,输出,那这个是我自己写上去,我们判断,甚至你当然也可以加一个计时器,以前会加一个计时器,就是总共跑了几秒钟,不过呢,因为这个差太快了,现在电脑,这个我们好像是i5的吧,所以执行起来,根本不到一秒钟, 所以你计时器,已经没有意义,OK,那这边的话,跑了一万多次,三万多次,那这个可能就跑到十几万次了,所以,可是十几万次,也是瞬间啦,你说这个根本,其实说真的,你反应不到一秒钟,根本就不需要去care它的效能问题,但是这种解法,实际上效率太差了,效率不好,还有效率更好的方法, 只是说呢,因为效率不好,已经这么快了,那效率很好的,好像也没有必要了啦,因为其实你会发现,这个已经够快了,你会发现,当然如果你用以前的,20年前的电脑来跑,当然会感觉有点慢,但是现在这种电脑,不用care,所以说以前,会在那个什么效率上面,一点点,还有那个记忆体上面去,去斟酌,那现在几乎是不用啦, 除非你是在放在什么,迁入式系统,那个迁入式系统,它的CPU效能不高,可能单核的,它的RAM很小,那你就要care,可是如果你的RAM的环境是在PC上,或者是什么呢,Android手机上, Android手机现在至少都双核四核了,根本也是跑得比这个还快,所以应该也没有什么效能的问题,所以这个地方跟各位讲一下,那等一下的话,请各位试着稍微想一下,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个,这个Source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,那尽量自己可以想一下,除了这种方式之外,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,那或者是说像这边变数,我是把它写成八个变数,其实你也可以想把这边把它改成一个阵列,或许更简,更简洁一点点,OK,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试试看,